人工智慧医疗新进展 疾病诊断、抗药性预测 随着科技进展医疗与人工智慧结合已成趋势 从最基本的门诊、住院、手术、检查都跟AI息息相关 2021年的台湾医疗科技展中 各家医院展现前瞻科技与医疗结合的新脉动 不论是用心电图就能筛减出心脏衰竭 还是智能抗药性细菌快速预测 甚至到各种疾病的判读都与新科技结合 专家强调,所有AI设计目的不是为了比医师厉害 而是借由辅助角色达到更好的医病关系 人工智慧结合心电图有效筛减心脏衰竭 无症状也筛得出来 过往许多疾病叛读仰赖医师的专业经验或是个人技术 如今借由AI技术辅助 不仅有效降低检测的时间外 也能让病患权益大大提升 台湾人工智能核心实验室将人工智慧应用在心脏衰竭筛 做一张简单的心电图 就能筛减出早期或甚至是无症状的心脏衰竭患者 温明贤医师表示 心脏构造或功能异常 造成肺部或身体循环冲血 导致一连串的症状出现 血中生物标记排纳钛蛋白也随着升高 过往在临床上运用心脏超音波衡量心脏奔血的能力 如今运用AI心电图预测软体分析心脏收缩分数 同时也可发现心事功能异常 假设此病患能早点接受筛检 或许一张心电图就能让他在症状未出现前 就能及早接受治疗 AI加速临床医师诊断白血病 把握黄金治疗期 不只是在心脏衰竭上的诊断 台湾也将人工智慧结合在白血病的判读上 由于血癌疾病变化的速度极快 平均3-6个月可能可能急速恶化 往往患者在等待病理报告的期间可能病情复发甚至恶化 因为过往过诊白血病以前利用流氏细胞仪 仰来医师分析资料判读需要手动分析 不仅被功耗时加上判读人才缺少 往往在判读时间短则两星期长达一个月 过程中影响血癌患者治疗的黄金时间 台湾协议肿瘤科科博生医师表示 从医院内的研究发现 若是检验报告延迟是会影响患者愈后 存活率至少影响到8个月以上 所以借由Aheadflow用人工智慧的方式变成一个自动分析 没有要取代医师 而是帮助把时间缩短 目前正在申请取得美国FDA 台湾FDA认证 预期几个月到1至2年有结果 整合现行检验流程 一小时提供抗药预测结果 除了疾病的检测之外 台湾也着重在数位医疗的转型 最成功的案例为智能抗药细菌预测 台湾智慧医疗创新中心尤嘉欣医师说 WHO认为没有好好使用抗生素的原则下 可能在2050年因为超级细菌而感染死亡 为了解决这样的困境上 透过AI来加速改善 医学检验为了符合抗生素使用原则 需要有实验室的证据开到后线管制抗生素 现行流程需要等二横线三天 过去文献指出每拖一个小时 给正确的抗生素治疗死亡率会上升7.6% 若是能缩短这样的流程 让医师及早知道用什么药才是最好 经过讨论研究利用检验直浦仪与机器学习模型 可达到一个小时内针对细菌抗药性进行预测 除了有效缩短临床检验流程外 也能够同时减少抗生素滥用造成的问题 加速医疗数位转型 医疗与人工智慧几乎是无法脱离 尤其是在后疫情时代下 智能科技用于医疗照护的比重只会越来越重要 台湾也在医疗科技展中提到智慧医疗的五大策略 一、建构远距医疗照护环境 二、推动智慧医疗及照护品质管理 三、发展智能医院照顾模式 四、建构医疗机构资讯整合机制 五、推动药室服务用药安全管理 借由人工智慧的帮助下促进医疗人员及病之间的关系 最大的目的也是希望达到患者健康的福祉 健康生活编辑部